在今年的4月29日呢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中国足团的名宿张恩华指导呢 因为心脏病不幸离世 那么他享年48岁 其实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那天我记得我跟徐指导正在直播一场中超的比赛 我们俩也都非常诧异 因为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张恩华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拿过7次顶级联赛的冠军 而在中国国家队的出场次数也达到65次 进过6个球 他在无数球迷的心中 其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特殊时段呢 也是借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一下张恩华指导 而且徐扬指导和张恩华指导认识这么多年 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分享一点 这么多年作为老朋友 你对他的一些比较不为人知的记忆吧 我跟张恩华应该是85年 我们当时在踢这个全国萌芽杯的时候 他是代表大连队 我是代表沈阳队 就已经从85年开始就相识了 然后一直在这种青年联赛 少年联赛 然后到职业联赛 到国家队 黑子是一个非常憨厚的人 另外一点 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 我觉得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其实在黑子去世前几天 我也是跟张恩华还有这个朱日导 朱广互指导一起参加四川的一个这个校园足球的一个活动 当时张恩华还跟我说说他现在在深圳是搞这种青训 一旦等这个青训建成之后 希望我能去到这个深圳去看一看他的青训 我当时也答应他了 但是没想到就是几天之后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我想从张恩华留给我的这种印象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非常憨厚的人 他也一直在跟我们说一句话 就是一直我们也在交流 也是在谈说中国足球一定会好起来 我觉得这一点上从他的这个这点来看 从他乐观健康的这种心态来看 我相信即使他离开了我们 但是我想他这个想法 他这个决心一定也会实现 我们也会帮助张恩华去实验他这个梦想 张恩华指导其实一直用他的热情感染着我们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每一个人能够多尽一分礼 把他对于中国足球的这份美好的祝愿 能够一步步的实现 其实我们翻遍了我们的素材库 想给大家拼接出他所有的 他的这种热情感染人的每一个瞬间 但是我们现在找到的 他的最后一次电视采访是在2018年 一起来看看 我可以100%这么去表态 我对中国足球未来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我住在这个路上 我看着路上 外面环境都暂时的 天色黑的 晚上夜晚也黑 没有灯 没有电 那你自己点的蜡蜡 心里要光明 你心里没有希望 谁还给你希望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 你自己想要干什么 很重要 很小的时候 就说看老爷被踢球 我的教练迟岛 他们踢的时候 那一带没有冲出亚洲区马 当时就有一个梦想 我要讲来这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现在回国的人想 为什么有那种激情一直的不断的 就是带着伤病或者冲破各种困难 一直往前冲 就是基于那个目标 我们的大赛的经验没有 从团队上到出鞋 到教练组 到球员都没有 97年我是经历了 那个时期思想是很统一 就是要冲出去 但是恰恰在方式方法上 确实过于有点形式化 那个时候我们考案好像太多 所以说压力很大 赢没问题 怎么去赢 怎么全力赢 怎么落实到 就是分动力 甚至说怎么落实到 是一个系统的小组赛力 那讲就得有点马后炮 其实那个时候就应该解决了 就说明什么 我们是后的 我们没有经验的 我们不清晰怎么打这个牌 所以说只能给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没错 这边上没问题 这边上一场比赛OK 两场也OK 三场就不OK了 你每天都要这样了 它就会影响到比赛的心理发挥了 它就会影响到上场没出一场球的质量 其实我们理论和实践 它是脱节的 这些是需要我们去深度思考 95年 我打国奥的时候 我们在马来西亚 97年是强赛 那我的人生说实话 很多的足球的失败 都会影响你的 你看像我们这批 为什么中国球员 它的承载力是很强的 因为从小就跟失败为伍 你很难自己去解这个套 很难自己解它 因为不断地在体内打得太深了 10月7号那天晚上的那种出现 我更多的感觉是一种实话 解脱 你想想你这种压力有多大 它不是一个喜悦的东西在身上 它是一种解脱 半带着一些喜悦 那种喜悦本身就应该有的 但是为什么解脱大于喜悦呢 那时候 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到底要发展足球为了什么 我们不能总的翻来覆去 这样转来转去 把它当成一个话题 就是说茶余饭后了 不断地去批判自责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社会的主流 这项运动也不应该成为 大家这么样去做攻击它的一个方式 林涵年世界杯对我来说 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难过的 因为我是一场成迷踢嘛 在这之前我是在英国踢球的 介于是想打世界杯 然后逐渐到英甲格雷斯比去 短暂的去参加英甲那个比赛 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 你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在最高的平台上 能够展示自己 那不留遗憾 那最高的平台一个是世界杯 一个就是最高的联赛嘛 有几支英超的球队 有提前有这个印象可以签约 但是我当时就说算了 打完世界杯再说嘛 如果我当时出场了 我就再回英国 就没有劳工证这一讲究了 结果没打 就没有出场率了 就是劳工证就拿不到 当时比较纠结嘛 就是有一场 哪怕几分钟你上去了 你就不需要劳工证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好事 就基于那时候的那种难受啊 能够促使自己现在 有一种很深层的思考 一件事情更加让我奋发图强 在这方面 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你不能就是基于那件事情 而是演绎成了一个被害 受害者的故事 然后从此就消失了 2002年打完世界杯 我突然间就觉得 哇 没了 没有 就是目标没了 那个时候没意识到目标没了 那时候就觉得 哎 世界杯也去了 那个踢了 接下来干什么 下一个点他在哪里 没有 就一个人如果你遇到困惑的时候 或者说在我们来说是卡点的时候 你要去解决它 你要把自己先清理出来 而不能就是说 就是说而不要轻易地带着这个卡点越陷越深 2006年退役的时候就是卡点 那个时候足球很黄嘛 假肚黑很多 那人家都说你都没有搞什么退役赛什么 我那个时候就从香港你们就回来了 然后就这样不胜不息的就结束了 那个时候就服了 其实身体呢 是可以的 伤病缓一罐 缓一缓就OK了 以前没有太深的思考 只是随着那种感觉感受去走 但是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还是自己当时的目标没了吧 可以说是梦想没了 就是人家一定要活在希望里 但是这个希望一定是自己给自己的 而不是假装的 我这几年为什么出国留学 其实就是在找一些答案 为第二个目标吧 或者说为中国足球 也为我自己活了 把剩下的这个年龄 或者说上半场结束了 下半场怎么发挥的更零零尽致吧 我可以100%这么去表态 我对中国足球未来是很有学习的 因为我住在这个路上